就答案 各位穷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风乐公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盘面上面 虽然台积电没有动到 但是相关的全职股当中反而联电更为活跃 那么特别的是在IC设计这一块 因为世新KY终于把这个跌停打开了 而且越走越高 那么现在的股价来到了556元 K线形式来讲的话出现了一个红K棒的反弹 昨天融资还大增 那么今天来讲的话 以这个IC设计 虽然世新KY的这个跌停是没有再继续跌停 但是3228的金利科 目前股价是跌停的 现在IC设计强短 你觉得会不会有风险呢 好 我想今天等个行情在台积电 虽然发说会不如市场的预期 今天是呈现一个跳空嗨滴 但是你看到其他的股票都会往上做一个接替 那你看到台积电跌12块 但指数是翻红 你应该可以体会到今天其实它反正非常热络 好 那战上万七之后 在这边稳定的一个往上攻击 IC设计里面最大利空3661的四星KY 也是打开跌停 而且现在是翻红上涨 而且大家请注意 它也过了昨天的怎么样 昨天的高点是552 今天也过了 那代表它这边已经成功了作为一个换手 但是我还是认为投资源有在操作布局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留意到排面相关的资金上档风险比较低 它未来空间会比较大的 尤其是我昨天看到台积电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他说成熟制程会缺18个月 要到2023年才会有解 好 我们把2023这个数字来 特别跟大家再讲 那代表在2023年之前 整个晶片需求都会很高 那半导体的市况也会一直热到2023年 再加上废的说 2023年之前它不会升息 资金宽松 那个景气行情 所以我认为整体的行情 还是可以很乐观的看待 但投资源要操作的 个股应该不会是那种连续性大跌完座的反弹 你要的是能够转强 在相对位阶还在低 但是营收获率会持续上涨的 所以我看在这里面 大家要去留意到的就是 相关位阶还没有太高的 那它又有营收成长的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这个新闻 是唯控制器MCU需求又全面的畅望 举凡是车用小家电多媒体 跟消费性的中端客户 都对MCU厂市追加订单 订单供应链 指出现在的订单都要排到年底 那第二季已经相继调涨有10% 20% 我甚至有听到要调涨将近50%的 那你看到今天第一档公道 Ice公道涨200的4919的新唐 这不就是MCU的概念吗 所以我现在帮大家在找的 当然要找绝对价格便宜 营收大成长 然后又有富爸爸 那么在这边具备有转机 跟获利题材的个股 我认为这才会是机会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看到这家公司是代号6243的迅捷 那大家可以去发现迅捷的绝对价格 其实在IC设计里面 MCU里面是算是最便宜的 他的富爸爸是谁 就是6257的矽格 2357的华硕 有两个富爸爸做支持 那当然他的营收都是有相对的保障 那我们看到相关的华硕 今年的一个配息 还有他的股价走势也都是非常强 那主要就是因为笔记型电脑 卖得非常非常好 还有电竞的笔记型电脑卖得非常好 那谁是他的键盘控制IC 当然就是6243的迅捷 迅捷有两个主要的产品 一个叫做键盘控制IC 它是全球前两大 另外一个就是MCU 它也有MCU 而且它在这边的一个供货 由于现阶段的一个涨价 不管是有10%的有20%的 还有周期已经高达24到52周 所以基本上 它所有的天时第一人和都到了 那你再看到今年相关的 笔记型电脑的需求 还是持续创旺 所以你看到他的营收 你很快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他股价在这边 可以相对转强 昨天已经开始转强 而且法人也开始做布局 那我看到他三月的营收 月增是4.32% 三月本来就比二月多 这很正常 但是年增是33.3% 那一月年增65 二月年增67% 三月又年增33% 哇 那个上 这个第一季的年增比去年 是呈现一个大幅成长超过五成 所以我会提醒投资片 我们在看相关的布局的过程里面 你要先去找 找谁最有利基 谁最有机会大幅次生长 就像我过去跟大家在讲的 今天还有一个族群非常热 是不是所谓的钢铁传产 对不对 那大家记不记得 我第一次跟大家报告的第一桶 当时候的价格 其实仅仅不到十块钱 我当时候跟大家讲了说 在整个电动车需求 铜的部分会非常的高 那当时候大家可能都觉得说 这个好像有点牵强 这个电动车主要的一个部分 大家还是在看它的高科技 那跟铜有什么关系 我说就相关的铜力用量 就会很大 那你看结果从当时候十块钱 走一波又一波 到今天又再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是近年来的新高 41.55元 那相关的一个钢铁股 像2038的海光 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说 也是在十块钱附近 那一波的上扬 到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会跟大家来讲 相关的安逸设计 只要它的本质好 背后又有资金给奥元 技术能力又能够维持强势的 那个强劲的一个成长的话 我认为只要机会一来 就能够什么 开张 十年不开张 开张四十年 这个跟这个传产不太一样 传产都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四三年 对不对 但IC设计它有个特色 就是股本小 但它应用多 技术含量相对高 只要你能够站到一席之地 你就会有机会 尤其是你看过去的股王 包括像联发科 包括像微生 都是IC设计 所以我倒认为 现阶段既然相关的 比较大的卖压 已经开始解除了 那么市场的一个焦点又回来 资金又回流 那你可以看到 昨天 把驱动IC的股票里面 像4961的天域 昨天就供到涨停 今天就再大涨 拆点涨停 3545的敦泰 昨天供到涨停 今天又再往上大涨 其实都在在在的显示说 高科技 还是一样市场上资金的罪案 那么四星KY 虽然很多投信 在这段时间 已经大卖卖出来了 但是高科技的资金 它未来还是要买 高科技的股票 它不会就把高科技资金 转去买传产 所以我认为 投资金有在这边 操作布局说 反而可以利用台地电压低 其他的个股就怎么样 就有机会较高 那好好把握这个 位置还在相对低的 一个产业客户 去做留意布局 那风鲁老师 你谈到MCU这一块 那么其实今天 除了新唐涨停之外 其实伪权店的涨幅 也紧跟在后 目前涨幅有来到百分之八 那么其实它已经创了 新高的价位了77块 那如果在车上的投资人 这种还能续报吗 因为法人 包括了外资跟投信 好在高档 昨天都有在做调节 那么其次也包括了 6202的盛群 跟5471的松翰 这也是法人连买的标的 那这个股价涨幅 会不会相对 比较落后一点 好 我相信都会有 那你来看一下 刚刚所说的这些 其他同时有具备 NCU的概念 那当然各个股票 它股价涨到相对 位阶比较高的时候 它的供给的力道 就会相对比较弱 毕竟你看 盛群是100块 那我们再看到 像2436的围权 那现在供到快要涨停 可是你看4919的新唐 它昨天还在64块 那今天供到71块 才在网上做追价 而且投信 其实在前两天 有开始做布局 那外资在这边 其实我认为 参考性的不是非常大 我外资喜欢什么 大买大卖 那我认为 关键是在它的绝对价位 第一个大家听看 绝对价位相对低 第二个 它的营收 有没有大幅度的成长 把这两个东西抓起来 然后你再去看它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题材 能不能够持续的一个发酵 我觉得布局 在相对低档 就会有机会 那我今天其实在跟大家 在讲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今天看到 有一些产业个股 也是传统产业 因为毕竟现在是 电子跟传产都一起 齐头并上 那大家在万七之上 大家是什么 各显神通 那我看到今天 有一个族群是工具机 那在美国 它们的经济的一个发展里面 最新的你先指数 你都可以看到 工具机会大涨 那我看到了 1527的赚权这家公司 大家也看到 投信昨天买了666张 哇 昨天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拉回到十字线 投信买了666张 今天就创了新高 但创新高 我只是要告诉 投资朋友说 这是一个趋势方向 它显示是 美国的经济在成长 那在你看 我前两天 有跟大家在报告 是2049的上瘾 一样是工具机 它算是工具机 里面有龙头之一 前两天 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是逆势 拉长虹 然后外资 大买1800张 站上了季线 大家可以发现 农历连完之后 它现在没有涨到 它是机器地 但它代表什么 景气循环 然后景气要上升 尤其是我看到 现今的台厂 只要新盖的厂盘 自动化的比率会非常高 而它在这里面是佼佼者 那我在这边看 绝对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然后我这边我觉得 还会有机 而且它的一个形态更好的 应该是1597的值得 那值得的话 其实外资 大家可以发现 过去这两个礼拜 都是大买小卖 大买小卖 大买小卖 那股价在前上 这个星期 在刚刚创的新高 但它维持一个 强劲的一个平台整理 那重点是我发现 它的营收是 这里面成长最多的 因为它的三月营收 是创这两年的新高 月增19% 年增28% 第一季也是年增 比去年成长超过了四成 而重点是我发现 今天光明期 这个大分析是他说 明年的iPhone 要出现一个 手机镜头的大升级 那大家知道镜头 现在已经不是 科数的问题了嘛 那镜头的要升级 那一定就是 所谓的一个 阴圈马达 所以相关的 关键领组件 所谓的 微型先进滑轨 那值得在全球 是排名前三 那我发现 那现在股价 可以相对别的 工具机打得强 再加上 这个讯息出现的话 我认为未来 大力光 如果它要真的 要反败为胜 那浴金光 它要更高 更上一层楼 那么阴圈马达的一个 使用量 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投资朋友 可以特别留意 值得这微型先进滑轨的题材 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再进行发酵 再加上一层楼